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响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一本以童话方式写作的心理咨询入门书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蛤蟆先生是谁 他可不是一只普通的蛤蟆 而是英国百年经典童话《柳林风生》中那只坐拥蛤蟆庄园不可一世 打扮时髦又热爱冒险的蛤蟆 如果你不认识他就请先听我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故事吧 蛤蟆先生从小成长在一个缺少欢乐的家庭 他的父亲威严又古板 要求蛤蟆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 蛤蟆的母亲懦弱无能 从不敢当着父亲的面疼爱蛤蟆 蛤蟆的一生早就被父母规划好了 七岁去私立学校寄宿 好不容易考入大学 父母却要求他学习他不喜欢的历史专业 毕业后又被迫回家继承让他倍感压力的家业 正因为从没做过自己 所以在父亲离世 母亲投奔妹妹生活后 蛤蟆迷失了自我 他沉迷于划船和大烹车旅行 又因为偷到汽车锒铛入狱 后来他又打扮成洗衣服月狱 还偷马骗钱 总之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不断把事情搞砸 也不停被朋友指责 迷茫又自责的蛤蟆终于有一天 内心防线坍塌 陷入了抑郁中 可能很多人身上都有蛤蟆先生的影子 比如有时候你分明不愿意 却为了迎合父母或他人 做出违心的选择 有时候你分明不快乐 却在众人面前掩饰内心 抢言欢笑说着我很好 如果你已经习惯将真正的自己 藏在厚厚的盔甲里 或许某天就会变得像蛤蟆先生一样 失去生活的目标 忘了自己想要什么 感到一切都索然无畏 换句话说就是你可能抑郁了 抑郁了怎么办 你可以选择依靠自己自愈 也可以去看心理医生 本书中的蛤蟆先生无法自愈 于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 拜访了心理医生苍鹿 通过十次心理咨询 苍鹿成功帮助蛤蟆先生走出抑郁 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目标 当然就算你并没抑郁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的过程 也能给你一些启示 并疗愈你的内心 本书作者罗伯特·戴博德 他毕业于剑桥大学 是英国著名的心理学研究者 和心理咨询师 他童年时曾在英国的康沃尔郡生活 康沃尔郡的河岸风景 正是柳林丰生的作者 肯尼斯·格雷厄姆的创作灵感来源 罗伯特在心理学界从业二十多年后 想为普通人写一本 揭开心理咨询神秘面纱的书 为了纪念自己在康沃尔郡的那段 宁静的田园生活 也为了让大众更容易理解 看似高深的心理理论 他最终决定用为柳林丰生 写续集的方式来呈现这本书 本书在英国畅销二十余年 英国《泰晤士报》评价这本书 温暖有趣 适用于任何一个考虑进行心理咨询的人 这本书不仅在英国受欢迎 2020年7月在中国出版后 也已加印24次 销量超过了200万册 足可见中国读者对他的喜爱 本书共有16章 完整地呈现了心理咨询过程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 书中苍鹿医生所采用的心理咨询方式 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伯恩 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人际沟通分析学理论 也就是用人际沟通的方法来解决心理问题的理论 简称TA理论 TA理论认为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对他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 所以咨询师一般会先帮助来访者通过回忆童年来理解自我 然后再帮助他们做出改变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这套理论开始风靡欧美 至今全球已有65个国家建立了TA理论协会或研究院 它也被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 企业管理和教育等领域 现在请你暂且放下周遭的现实 跟我走进蛤蟆先生的心理咨询 看看仓路是如何利用TA理论让他走出抑郁的 咨询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心理咨询做好准备 第二阶段理解自我状态 第三阶段改写人生剧本 今天河岸的天气有点压抑 蛤蟆先生的朋友何蜀与严蜀无事可做 于是决定去蛤蟆庄园串个门 可当他们来到往日生机勃勃 富里堂皇的蛤蟆庄园时 发现这里竟一派破落 昔日光鲜亮丽 神采飞扬的蛤蟆先生 如今也神色暗淡 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太好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 蛤蟆先生去看了心理医生仓路 然而锐智的仓路医生 通过几句寒暄 就看出蛤蟆心不在焉 还没准备好 于是他打算分三步 帮助蛤蟆做好心理咨询的准备 第一步 他需要让蛤蟆意识到 自己是时候来做心理咨询了 对于不了解心理咨询的蛤蟆来说 他一直认为 心理咨询只有那些经历过 严重或可怕事件的人 才有必要做 自己似乎还没那么糟糕 实际上 心理咨询是指 咨询师协助来访者 解决各类心理问题的过程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感到情绪低落 还是焦虑烦躁 都可以来做心理咨询 关键是 到底如何评判自己的情绪 好不好呢 这个问题 苍鹿医生当然有办法解决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 刻度从一到十的情绪温度计 并告诉蛤蟆 一代表感受非常糟糕 甚至想自杀 十则代表非常愉悦 然后他问蛤蟆 现在感觉怎么样 蛤蟆毫不犹豫地 在一和二之间做了几号 这么低的分数 蛤蟆自己也大吃一惊 苍鹿也通过这个分数 初步判断 蛤蟆是抑郁了 第二步 苍鹿还要为蛤蟆解决 为谁而咨询这个问题 有时候 抑郁的人 哪怕去看了心理医生 也是为了应付他人 因为他们很难理性思考问题 意识不到咨询是为了自己好 蛤蟆也是如此 当仓鹿问他 为什么来这的时候 蛤蟆回答道 是朋友们让他来的 仓鹿听到这样的回答 竟然建议蛤蟆下次不要再来了 仓鹿解释道 心理咨询向来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咨询师和来访者双方 都得出于自愿 仓鹿还强调 只有当蛤蟆真正为自己 而不是为了取悦他人才想来咨询时 他们才能真正合作 也就是说 为咨询负责的只能是蛤蟆本人 而不能是其他任何人 思考良久后 蛤蟆终于同意为自己而咨询 他又向仓鹿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看来 第三步仓鹿还需要让蛤蟆 对心理咨询抱有正确的预期 生活中蛤蟆向来习惯询问别人该怎么办 因为他觉得一旦别人给了建议 责任就从他自己身上转移到别人身上了 可惜仓鹿并没给蛤蟆任何建议 而是告诉他 我无法保证事情一定会变好 归根结底 这一切取决于你 这句一切取决于你 让蛤蟆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他第一次意识到 不能只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得自己主导一件事了 蛤蟆终于同意与仓鹿合作 一起找出自己抑郁的原因 初次面见结束时 仓鹿还和蛤蟆一起确认了咨询的费用 时间和频率 下一次咨询定在了一周后 蛤蟆走后 仓鹿一边回顾与蛤蟆的第一次见面 一边低头翻看自己的纪录本 并把自己的分析写在纸上 他认为蛤蟆与许多陷入抑郁的人一样 自我觉知程度极低 他搞不清楚自己的感受 更不知道这些感受从何而来 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活得毫无目的 浑浑噩噩 他的自我评价很低 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是什么 所以仓鹿决定用他擅长的人际沟通 分析学理论来帮助蛤蟆 因为这套理论的目的就是通过提高人们的自我觉知水准 使人们能对未来的行为 生活做出新的决定 经验丰富的仓鹿医生决定分两个阶段来疗愈蛤蟆 第一阶段 他要帮助蛤蟆理解自我状态 并帮蛤蟆调整到最好的自我状态 第二阶段 他将带蛤蟆一起改写让他不快乐的人生剧本 走出抑郁 那到底什么是自我状态 什么又是人生剧本呢 别着急 我们一步一步来讲 我们先进入理解自我状态阶段 自我状态是指一个人的思想和感觉 会构成一套内在系统 然后通过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 这么解释还是有点抽象 我们来看看仓鹿是如何让蛤蟆理解自我状态的 此时可怜的蛤蟆正坐在仓鹿对面的座椅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自己悲惨的往事 他对仓鹿说 当自己扮成喜一副 历经千辛万苦回到朋友身边时 朋友的态度让他难受极了 没人有兴趣了解他的非凡经历 也没人关心他受过的苦难 何属指责他寒碜 邋遢 丢人现眼 老欢呢 则用严厉的目光审视他 问他 你不觉得害臊吗 仓鹿静静听着 不时递给蛤蟆一张纸巾 好让他擦干眼泪鼻涕 等蛤蟆说完 仓鹿问蛤蟆觉得自己现在的状态如何 蛤蟆想了想回答道 我感觉自己像个孩子 小时候我被父亲狠狠责骂后 也是这样的感受 仓鹿知道让蛤蟆理解自我状态的时候到了 于是他站起来在白板上画了一幅图 这幅图由三个圆圈构成 第一个圈里写着父母自我状态 第二个圈里写着成人自我状态 第三个圈里则写着儿童自我状态 然后他问一脸茫然的蛤蟆 你觉得你现在是三个圈里的哪一个 蛤蟆看了看 犹豫的指向最后一个圈 也就是儿童自我状态 仓鹿点点头说 没错 这幅图是成人的三种自我状态 它是以成年人视角来划分的 所有的成年人都有父母 也曾是儿童 所以每个成年人都会在童年情境再现 也就是当时的情境很像自己小时候遇到的情境时 要么表现出自己父母当年的样子 要么表现出自己童年时的样子 比如被人严厉指责时 会让你感到自己像个小孩 遇到一个老做错事的下属 你有可能变得像自己的父母 想去指责对方 只有当一个成年人意识到自己 何时存在父母自我状态和儿童自我状态时 才能找回自己本该有的成人自我状态 不过现在仓路只打算聊聊蛤蟆当下所处的 儿童自我状态 剩下的晚点再说 儿童自我状态并不是指一个人行为幼稚 表现得像儿童 而是指他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自己儿时的行为 并伴随当时的经验和感受 比如当一个人倍感压力或不知所措时 会不停地捏一脚或者摇嘴唇 就像小时候被父母训斥时一样 或者当一个人被领导责问时 会下意识地否认所有事实 想赶紧撇清责任 就像小时候被父母抓住干坏事时一样 事实上 当人们进入儿童自我状态时 他们的感受和行为与小时候如出一辙 和实际年龄毫无关系 蛤蟆不再哭泣了 他安静地坐着 陷入了对童年的回忆 然后他问仓禄 我为什么要了解这个 仓禄说 因为对每个人来说 最早期的经历塑造了人格的雏形 理解童年就是理解自己 为什么会抑郁的关键线索 所以他建议蛤蟆 再多回忆一点他的童年往事 蛤蟆正想把大脑里排山倒海的童年回忆 说出来呢 于是他在接下来的一次咨询中 对仓禄说出了自己童年的故事 蛤蟆有个严苛的父亲 他总是为这样那样的事训斥蛤蟆 永远在不满地冲蛤蟆大吼 你要我说多少遍 不准这么做 所以蛤蟆慢慢觉得 父亲永远是对的 他自己永远是错的 似乎这么想 父亲的挑剔就合理了 蛤蟆的母亲呢 虽然偶尔也会抱抱蛤蟆流露出慈爱 可当蛤蟆被父亲责骂时 母亲永远是向着父亲的 说父亲肯定不是故意这样做的 一定是蛤蟆犯错了 而且哪怕在蛤蟆成年后 母亲依然把他当小宝宝对待 说出童年让蛤蟆不安 蛤蟆仿佛感到威严的父母就站在他身后 随时准备评价他的行为 但回忆童年的过程 也让蛤蟆逐渐意识到 为什么自己在面对朋友的指责时 总是不停道歉 然后默默难过 这是因为自己会在那个情境下 进入儿童自我状态 蛤蟆也明白了 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承担责任 因为他一直都习惯依赖强势的父母 依赖早就变成了他的生活方式 在想明白了这些事以后 这次咨询也结束了 蛤蟆沿着河岸往家走去 路上他回忆起仓路 用心倾听的样子 这种无声共情 给了蛤蟆莫大的勇气 而与童年做出连结 又让蛤蟆了解到 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性格 这一切都让他感到舒心 所以刚才仓路 让他用情绪温度计打分 他竟然打出了五到六分 在等待咨询的日子里 蛤蟆不停琢磨着 自己的儿童自我状态 不过什么又是父母自我状态呢 一周后的咨询中 蛤蟆向仓路提出了这个问题 仓路是这样解释的 父母自我状态 并不是说一个人为人父母的状态 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 重演自己父母的行为 感受和想法 如果一个人从小被父母教导 要听话 那么长大后 一旦遇到强权 他就会告诉自己 要听话 同时也很容易在后辈 或者下属面前 摆出和自己父母如出一辙的 威严挑剔的姿态 再比如 如果一个人的父母 有严格的实现观念 从不允许孩子迟到 那么这个人长大后 不但会在自己迟到时 严厉批判自己 而且会在别人迟到时 感到无比愤怒 仓路的话 让蛤蟆立刻就想起了老欢 老欢是父亲生前的挚友 也是除了父亲之外 蛤蟆最害怕的人 他总是那么高高在上 对蛤蟆评头论足 企图控制他 而且上周老欢 竟然还想叫蛤蟆 让出校董事的位置 蛤蟆猜老欢的父母 肯定是严格要求孩子 要听话的那种人 这时 蛤蟆突然疑惑了 他问仓路 既然每个人 都有父母自我状态 那他自己的父母自我状态 去哪里了 仓路意味深长地笑了 他告诉蛤蟆 他并不是没有父母自我状态 而是由于他的性格 和老欢大不一样 所以他的父母自我状态 表现得和欢也大不一样 当欢进入父母自我状态时 他选择挑剔别人 而当蛤蟆进入父母自我状态时 又是在挑剔贝谁呢 沉默良久 蛤蟆突然反应过来 他意识到 当他处于父母自我状态时 他是在挑剔自己 他总觉得自己不像和鼠一般机敏 也不像严鼠一样友善 更不像欢那么坚定果敢 他管不好自己 挥金如土 频繁闯祸 所以他在心里判定 自己是个一事无成的蛤蟆 或许这也是他走向抑郁的 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一种评判 比自我评判更强烈 也没有一个法官 比我们自己更严苛 仓路给蛤蟆总结道 蛤蟆可不想代替自己的父母 评判自己一辈子 于是他再一次向仓路求助 仓路我该怎么做 你能帮我吗 可惜仓路再一次拒绝了 他说 蛤蟆能帮你的人是你自己 也只有你自己 尽管蛤蟆心中有点不安 但是他对自己更深层次的了解 以及仓路对他的绝对支持和信任 给他注入了能量 当他回到蛤蟆庄园 他注意到 自己花园中草木的颜色格外鲜艳 蛤蟆意识到自己心情不错 他想 假如仓路这时候拿情绪温度计 让他打分 应该可以打八分 等待下次咨询的日子里 蛤蟆一直在想自己 到底该怎么帮自己 成年人的三种自我状态中 还有最后一种成人自我状态 没得到解释 也许答案和这个有关 带着满腹疑问 蛤蟆再次回到咨询室 仓路很高兴 蛤蟆已经习惯了主动去探索问题 于是他告诉蛤蟆 成人自我状态 就是指我们表现得更像当下的自己 在这种状态里 我们不再被脑子里父母过去的声音驱使 也不会被童年的情绪困扰 我们会理性思考当下的状况 再决定该如何应对 比如说 当欢提出要蛤蟆放弃笑懂事位置的时候 假如蛤蟆处于成人自我状态 他大可以和欢摆事实讲道理 共同商讨一个解决方案 而不是只会沮丧愤怒或者怀疑自己 蛤蟆听明白了 人们只有处于成人自我状态时 才能理智地看待问题 或者说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可是他依然不知道该如何进入成人自我状态 他甚至有点埋怨沧鹿了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该怎么进入这个状态 沧鹿理解蛤蟆的不满 可他却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问蛤蟆 这段时间是谁让你情绪这么坏 一听到这个问题 蛤蟆就来气了 他把老欢 和鼠 岩鼠 挨个鼠落了一遍 还说 是沧鹿又让他意识到 自己变成这样 还得怪父母 沧鹿打断了蛤蟆冗长的抱怨 他提醒蛤蟆 把责任推给他人是处于儿童自我状态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那处于成人自我状态的人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让愤怒的蛤蟆瞬间冷静了下来 是啊 一味怪别人有用吗 难道该让老欢 甚至以死去的父亲来对自己负责吗 一个理智的成年人不应该这么做 突然他领悟了 是啊 他可以对自己负责 没人可以决定他快乐与否 他的情绪应该由他自己做主才对 此刻沧鹿意识到 眼前的蛤蟆已经和第一次踏入咨询事实大不一样了 他终于知道该如何进入成人自我状态 也终于能在回忆时不再谴责自己 也不再责怪他人 因为他意识到他可以对自己负责 看来自己应该和蛤蟆探讨一下改写人生剧本的事情了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心理咨询的第三个阶段 在新一次的咨询中 苍鹿向蛤蟆提出了人生剧本的概念 简单说来 人生剧本就是一个人潜意识里对一生的计划 通常来说 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就会根据自己出生至今的生存经验 在潜意识中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是我是怎么看自己的 我好吗 二是我是怎么看别人的 他们好吗 孩子潜意识中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他的人生坐标 然后他就会按照这个人生坐标去写他的人生剧本 蛤蟆似乎一下子还消化不了这么多概念 为了帮助蛤蟆理解 苍鹿在白板上画了个十字 并在十字的四个象限里分别写下四行字 一 我不好 你好 二 我不好 你也不好 三 我好 你不好 四 我好 你也好 他告诉蛤蟆 所有的人生坐标都在这四个象限里 人生坐标代表了一个人会从什么立场来感知自己和他人的基本价值 而前三个象限在童年就已经确定好了 一旦确定好坐标 人们就会在后面所有生活场景里坚持他的信念 并确保自己的人生剧本始终不偏离他最初写好的大纲 蛤蟆眉头紧簇 他才不相信一个人在四五岁时就把一生的剧本都写好了呢 于是他问 那人们是怎么确定自己的坐标的 苍鹿说 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 相对于无所不能的成人 他们显得那么笨拙弱小 所以绝大部分孩子都会无意识地选择 我不好 你好 这个坐标 假如孩子在接下来的成长过程中 父母比较冷漠挑剔 极少安抚孩子 他们就会把自己的人生坐标调整为 我不好 你也不好 假如孩子遭受到父母过于严苛的对待 甚至是严重虐待 那他们只会在远离父母独处时感到舒适 然后形成我好 你不好的坐标 很多罪犯都有这种人生坐标 当然 不同的人哪怕遭到同样的对待 坐标也可能不同 因为这还取决于每个人的性格 就像蛤蟆本身性格比较懦弱 在被父母严厉对待后 依然觉得是自己有错在先 于是会保持我不好 你好的坐标 而对于老欢来说 他本身的性格比较独立自信 当他被父母严厉对待时 他就会认为自己没错 错的是他人 于是形成了我好你不好的坐标 如果说前三种人生坐标 是在童年里无意识形成的 那最后我好你也好的人生坐标 是一个人在成年后 通过认知和解决童年问题 用理智做出的选择 比如说当一个人明白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我不好你好 是源于童年时期父母的苛刻对待 那么他就会时刻带着这份清醒的认知 提醒自己不要再被朋友指责 或者做错事的时候 归因于自己不好 或者朋友不好 而是要坚信 我好你也好 并用成年人的理智去分析当时的情况 找出应对方案 听到这里 蛤蟆忍不住打断了仓路的话 他痛苦地说道 我从来都觉得我的父母永远正确 而我总是在搞砸一切 我的人生坐标一定是 我不好你好 苍鹿微微笑着点头继续说道 当一个人童年时 确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 他就会在日后选择相应的心理游戏 去演绎他的人生剧本 蛤蟆听得一脸茫然 心理游戏又是什么 苍鹿接着说 心理游戏就是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人生坐标 对所有事都有个心理预期 然后他会在潜意识里找合适的人配合自己 达到这个心理预期 比如当一个人处于 我不好你好的坐标里 最喜欢玩的几种心理游戏有 可怜弱小的我 我真不幸 以及 无论我做什么都要爱我 我知道你可能还不理解 那么 你还记得老欢之前 想取代你成为校董时 你是怎样的反应吗 蛤蟆回答道 我记得 我当时气急了 我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是处 甚至赌气 想写辞职信 觉得也许这样对大家都好 藏鹿点点头 说道 那你是否想过 为什么很多事你虽然很不情愿 却总是让对方占了上风 还让自己显得很蠢 很无能 我想这是因为你在潜意识里 总是觉得我不好 你好 所以才邀请别人和你一起玩 可怜弱小的我这个游戏 游戏结束后 你也总是会觉得自己弱小又可怜 看 游戏的名字其实就是游戏的结局 每个人其实都为自己的剧本 写好了结局 蛤蟆一时间还无法接受游戏的概念 他让仓路再多说一些 于是仓路让蛤蟆猜一猜 老欢是在哪个人生坐标里 蛤蟆想起了老欢那副 以止气使为我独尊的样子 于是说 我猜老欢是在 我好你不好这个坐标里 仓路很高兴 蛤蟆学得这么快 他继续向蛤蟆提问 那你想象一下 假如老欢预定了一辆出租车 可车没来 他会怎么做 蛤蟆扑斥一声笑了 他仿佛能看到老欢气急败坏的样子 他说 老欢肯定会大发雷霆 然后打电话去骂那个司机 仓路说 你说的对 对于我好你不好这个坐标的人 最喜欢玩的游戏叫做 我抓到你了 你个混蛋 比如如果这种人当了领导 他们很容易抓住下属一点小错就大骂一顿 或者语重心长一番 因为他们很容易把自己想象成权威的父母 下属是顽劣的孩子 而且这种人最喜欢说的话就是 你为什么总让我失望 或者我是为你好 蛤蟆立刻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他几乎每天都在对他说这两句话 原来他的父亲和老欢那么相似 是因为他们都处于我好你不好的坐标里 而他自己呢 无论朋友们说什么 他都觉得像是在挖苦讽刺他 原来是他在玩我真不幸的游戏 他这些年来胡作非为 却又总希望得到原谅 原来是在邀请朋友们配合他玩 无论做什么都要爱我这个游戏啊 此时此刻 蛤蟆把记忆中破碎的成长片段串联了起来 他看明白了一件事是如何引发另一件事的 也看明白了某些人某些事 是如何影响他看待自己和世界的眼光的 他终于明白以前的自己是多么愚昧 竟抱着一个讨厌的人生剧本演得不亦乐乎 回到家后 蛤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看日志 在他身陷抑郁的时间里 他的日志很长时间都只有和仓路面谈的记录 然而现在不一样了 随着他内心世界的转变 他的日志上增加了侏儒和朋友的午餐之约 河岸板球俱乐部周年大会等记录 此刻他正在思考 该如何改善蛤蟆庄园岌岌可危的经济状况 也许是时候卖掉蛤蟆庄园自己创业了 最后一次见到仓路 仓路照例又拿出了情绪温度计让蛤蟆打分 这次蛤蟆果断地在九那个位置做了标记 他说他现在觉得我好你也好 他本想打十分的 打了九分是因为他想为未来留一点提升的空间 然后蛤蟆像一个稳重的成年人一样 郑重地和仓路握手道别 蛤蟆离开后抬头看着头顶明媚的天空 他想这个世界真美好呀 故事讲到这里 不知道你是否发现 心理医生仓路从头到尾都是个局外人 他从未感情用事地对蛤蟆先生提出任何建议 或给他贴任何标签 而是保持冷静和客观 用提问和讲解的方式 带领蛤蟆先生一步步理解自我 并激发出他的内心力量 在现实中 一个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也会这么做 好了 现在我们该从小动物们的河岸生活回到现实了 结束之前 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 因为人们的心理问题五花八门 治疗的方法理论也很多 哪怕就是同一医生使用同一理论 根据不同的来访者 治疗的步骤也不尽相通 所以假如你遇到的咨询师使用的方法和书中描述的不一样 也是正常的 第二 书中的蛤蟆先生仅仅经历了十次心理咨询 就完全摆脱了抑郁 完成了自我蜕变 这是本书作者为了方便读者了解一段完整的心理治疗过程 刻意设定的 现实生活中的咨询和治疗过程可能会艰难且漫长的多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 蛤蟆先生走出抑郁完成自我成长的过程是否打动了你呢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有仓路的引导 但归根结底 蛤蟆靠的是自己 国际人际沟通协会主席托马斯A.哈里斯博士坚信 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变的 都可以做出我好你也好的选择 那么你相信自己的力量吗 好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